欢迎来到我们七日减脂三餐第四期的第一天 然后今天的视频跟之前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今天想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是如何meal prep 我还是会把所有我觉得meal prep相关的一些购物清单 或者是大家如何准备如何处理食材的文字版总结好 然后放到我的公众号里面 大家在我公众号里面回复734就可以拿得到 然后我的公众号是咕噜健身厨房 meal prep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可以让我在接下来的一周 在准备便当或者是准备早餐的时候 节省非常多的时间 而且可以避免我自己偷了 有的时候其实我不想准备便当 就是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 就是我非常懒得去淘米啊做米饭啊这件事情 所以说其实在周末的时候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完成了 对我下一周吃的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自己做meal prep其实不会说在周末就把一整周所有的饭菜都准备好 然后之后每天都吃一样的 这样对我来说真的特别特别的痛苦 我就生活非常没有乐趣 但是我的meal prep大概就是说我会提前把主食啊或者是蔬菜啊等等 洗好切好然后提前准备一下 然后设计好我这一周大概又吃什么样的东西 对我的meal prep大概过程就是这样的 准备meal prep的第一步呢就是写一个购物清单 然后把你的清单分成碳水化物蛋白质以及蔬菜水果等等 然后这样带着你的清单去超市买东西的话就会非常的清晰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去超市买东西 我就不带着你们去了因为我觉得带着相机去超市拍东西非常的尴尬 然后第三步呢就是回家开始准备各种各样的食材 然后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到底如何去准备这些东西 然后有哪些东西需要注意 当然meal prep肯定是不如你去吃新鲜的蔬菜来的好 但是对于那些工作比较忙 然后希望节省一些时间 没有时间每天去买菜 每天去切菜的人来说还是可以非常好的节省时间 然后也能非常好的节省精力 可以保证你日常不偷懒 然后尽量吃着健康的 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视频吧 首先呢我们来准备碳水类的食物 我自己家里会把白米和糙米一比一混合来吃 然后电饭包煮熟之后按份量装进冰封袋里面 放到冰箱里面冷冻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红薯也是类似的方法 切成小段蒸熟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冻 平时可以拿出来做主食 也可以二次烹饪做一些红薯早餐碗等等 然后紫薯玉米其实也是用一样的方法就可以了 接着呢我们来处理蔬菜类的食物 生菜洗干净 然后一定要擦干菜上的水分 水分呢会加快蔬菜的腐烂 所以说一定一定要擦干 然后切成粗丝放到密封袋里面保存 可以在做炒饭的时候最后加一把 或者呢直接和蒸熟的米饭拌在一起 然后西葫芦彩椒和胡萝卜 这三个都是比较好保存 也比较容易变化出多种炒菜的蔬菜 同样洗干净 然后按照你喜欢的方法 改刀放到密封袋里面就好 我会在文档里面多标注一些 可以演变的菜式给大家 然后另外洋葱和大蒜 其实也可以提前一次性的剥皮或者是切好 这样就不会每次炒完菜之后 手上都沾上蒜味了 我也会提前切一些柠檬片出来 这样可以平时每天自己做一些柠檬水的时候 直接丢一片进去就可以 非常方便 西兰花洗干净 我处理西兰花一般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呢是用加一点橄榄油的水煮沸之后 煮西兰花一到两分钟 然后密封冷冻保存 第二个方法呢是直接用烤箱烤熟之后冷藏 第一个方法可以缩短日常做一些西兰花的炒菜的时间 比如说做一些照烧鸡肉西兰花饭啊 然后冰箱里面拿出来二次烹饪加热就可以了 第二个方法 平时如果说你懒得做一些蔬菜 直接拿做好烤好的西兰花放在米饭上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蔬菜的摄入的来源 鸡胸肉今天介绍三个备餐的方法 第一个呢是低温煮熟之后做成鸡胸肉丝 可以日常拌沙拉或者是做三明治的时候加进去 第二个方法呢是切小块 加上白胡椒和鱼露腌制一下 这个就很适合做像鸡胸肉炒饭啊等等 第三个方法呢是直接腌制 我喜欢用的调料是盐加黑胡椒加大蒜粉 然后这样吃的时候直接煎熟就可以了 最后豆腐也是直接切片之后煎熟冷藏就可以了 这个和鸡胸肉丝的用法非常的类似 无论是你做沙拉呀 做炒菜呀 或者是做三明治都非常的方便 如果说你喜欢吃虾仁等等 也可以用一样的方法去处理 如果精管炒菜传续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